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轩辕大小姐 居然真愿意嫁回来 你以我乃朱谋石家联姻 我知你另有一种人 不过 我不会强迫于你 难得今日我们互相祝福 我便与你定下两年之约 两年之后合理 在此期间 你我相敬如宾 井水不翻河水 你需做好我墨家大少奶奶 不得让任何人起意去 依下如何 来了 我娘说今天墨家娶妻 怎么不见新娘子 新娘子 当然是够在花教里了 大中国世家联姻 这么大气息 怎么不见新闻关那天啊 有死都吃 这新娘子前几日 当街向别家男子表态 如今闹得满城风格 换作我是新郎 我也不来 十四 你当真想好了 愿意替我嫁给莫言 想好了 若是能成全你和司空 我愿意 加油 放手 Maintenance 把手吃放在这里 站住 你宝贝 王兽 住 走 我放在这里 你宝贝 小宝 我给你发生何事 不是 小剑 外面好乱 大家都在跑 好 好 好 我幸好 快快快快 人 前面 前面还有个人死了 啊 好 小姐 你可千万要冷静 今日你成绩 可不能出来打架 别怕 没事了 好 没事 好 没事 今天老爷出门去了,就由我这个主母来受新媳妇的茶了。 我听闻昨夜,炎儿塑在了书房,这可就是你这个做妻子的不是了。 洞房花烛夜乃人生一大喜事,你怎可与夫君分榻而免? 这可是夫妻不合的争状。 宣元月。 哦,阿夫人,您还听闻了什么,不妨一并到来。 巧了,还真有一桩异事。 宣元家的女儿竟如此的真性情,那司空家的少爷想必也是位少年英杰, 不然,你怎会如此清心于她。 你与旁的男子纠缠不清,如此品行不端。 怕是难以成为我墨家未来的当家主母。 二夫人,我对这当家主母的身份没多大兴趣。 当我看您对这空位肖想多年,您为何不自己先上去做做试试? 你…… 今日,颜儿,怎能一起来了? 月儿是我夫人。 理应与她一道,来向姨娘请安。 颜儿,我也算看着你长大。 你不愿叫我一生母亲,我却是把你当自家孩子的。 姨娘多一句嘴,你是墨家长子,多少人看着呢? 你们俩刚成亲,便分房睡。 惹人闲话不说,还影响老爷抱孙子。 你还是多为家里考虑吧。 姨娘,颜儿倒没想到,您对自家孩子的床子之丝如此关心。 姨娘的心意颜儿领了,不过比起我来,东霖才是您真正的自家孩子。 不妨您早日替她把婚事办了。 我相信,有您日夜叮嘱关照,我爹很快便能抱上孙子。 颜儿,话可不是这么说。 姨娘,我跟预儿还有事,便先告辞了。 我见颜儿无人管教,怕学了坏句,便百般用心地抚育他。 可惜啊,这孩子不领情。 与那外头的白眼狼,大同小异。 您在说什么呢,二夫人,我今日才明白。 您的百般用心,都用在了我夫君身上。 您对您亲儿子的管教,倒是疏忽了。 我的儿子,有你多嘴的分。 我的夫君也无需您出言指摘。 他还是我哥呢。 废。 二夫人,看来您对二少爷的定位还真是很准确的。 你。 不过呢,您对我夫君还真是看走了眼。 毕竟,您天天忙着女工之事,眼光差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叶夫人只是在外游历。 这墨家正房并非无人。 还请二夫人好自为之。 小黄。 你。 。 墨兰会把那对母女和两名孩童安顿好。 你无需担心。 你。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那乌鸦说的话。 与你说了也无用。 那乌鸦。 像是认识我。 。 她是魔祖。 为何会认识你? 也许是我失忆了。 忘了。 夫君。 夫人。 你怎么来了? 。 我还当是什么事呢? 这么大的阵仗。 二夫人。 是要为我讨回公道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 自然是要。 昨夜的确是假纯传的话。 我只当是, 二夫人您找了个借口。 让我到祠堂忏悔呢。 毕竟, 我未曾吃过那杏花酥。 也没有腹泻。 。 贾纯传我问你。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报复于我? 。 想必, 一定是有人蓄意利用了她。 玉儿, 可真会说笑。 昨日我因女工之事冲撞了您。 以二夫人您的气量。 想必, 一定会好好地管教我。 只是, 你我之间上不了台面的戏码。 竟还牵连了这无辜之人。 如此无德无品无聊之事, 竟还有人做得出来。 。 你放开我家的表现。 小黄, 你是故意的吧? 你装武功马上的路数可是一点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觉得。 现在已经没有别人了。 你还能继续装吗? 到底想说什么? 杀小姐, 咱们都是老熟人了。 你就干脆点。 我就是, 例行公事。 剩下的碎片在哪里? 其实我也不是很关心。 我只是, 只随口音。 你随意回答的事。 因为, 因为比起, 长了碎片。 我更想到的是, 你这条狗。 你。 你。 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碎片? 我数到三。 二。 三。 四。。。 二。 四。。。 啊